秋辞炫雨小光夫妇 出席SBS演艺大赏 亲密拥抱大秀恩爱腾讯娱乐训 编译余扬 12月30日下午 首尔上言动SBS举行了2017 SBS演艺大赏颁奖典礼 当天出席颁奖典礼的秋辞炫和雨小光夫妇正在拍照 两人紧紧拥抱 爱意满满 2017 SBS演艺大赏 人们的EDM排队以及人烧的青春团队和精光归爱的Packingman等精彩的合作舞台备受期待 责任编辑 收藏本文 分享 在相关阅读沈梦辰壮脸张雨希 网友整场跨年在沈梦辰的假脸中度过 来源 据说娱乐说到每年的跨年演唱会 各大卫视都要纷纷发出大招 进行一场年度终结较量 就拿这次的跨年演唱会吧 相信有这么一部分人 这边追着PFBOYS 那么不愿意放弃李立峰 仔细想想杨幂也不错 王力宏也有看点 还有迪玛西 沈梦辰壮脸张雨希 网友整场 跨年在沈梦辰的假脸中度过 但是吧 总的来说 在众多卫视的跨年中 还是有相当一部分的人愿意把收视率贡献 给芒果台的 这次 央视 东方卫视 江苏卫视 湖南卫视 四台跨年晚会齐争霸 而从相关的数据中不难发现 湖南卫视的收视率 那是压倒性的优势啊 其他大家在一起的总和 都还没湖南卫视多 但今年湖南卫视可 也说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一大波草点贯穿了整场演出 基本上在跨年开始没多久 微博上就出现了关于胡一天下唱的热搜 讲真 胡一天这大长腿 在屏幕面前扭来扭去的样子 多少都有点尴尬 对于胡一天下唱这事件 只能说 如果真的唱不来 那就别这么面前吧 将成什么的 还是活在我们心中比较合适 而胡一天下唱事件没多久 微博上又躲出了无心假唱的热搜 感觉湖南卫视这一次 势必要将假唱进行到底的节奏了 除了假唱引发大家的关注以外 还有大量的吃瓜群众还发现 沈梦辰的鼻子也出现了情况 当沈梦辰出现在镜头前的时候 很多网友都一度以为着回湖南卫视 终于不捧沈梦辰了 是要换新人来捧了吗 没想到 他介绍自己是沈梦辰 这慈母搬的端 装饰怎么回事 为了对沈梦辰变脸世界进行深入了解 有人搬出了沈梦辰之前的照片 在之前 他的鼻子是这样的 而现在是这样的 当然了 之前那鼻子也不是真的 在他参加模特大赛的时候 就已经对自己的鼻子进行了花式调整 圣诞节那天 沈梦辰的一张出现在机场的照片 就引起了广大网友的关注 少了刘海的沈梦辰 完全失去了遍 时度 很多网友直呼 这真的是分分钟张雨昕的急事感啊 很多人表示 沈梦辰变成了这样 也不知道杜海涛还能不能认出他 反正我等凡人是认不出他了 分享 在相关阅读 有社长不放弃 T.O.P. Big Bang 五人将重新合体 来源 中国娱乐网韩国男团 Big Bang 在全球拥有高知名度 然而 他们在2017年 毕竟纷纷扰扰 成员这一地 太阳也将陆续入伍 令许多歌迷舍不得 不过 Big Bang 2017年底 一连两天在首尔开场 事后 由社长梁仙索 在私人Instagram 一连发 出三篇文章 他感情说 Big Bang 五个人都做得很好 没错 但也是在这里 所有的工作人员 一起努力下 才有今天的Big Bang 以后的两年 三年 Big Bang将再重新活动 并会永远地在一起 不仅如此 梁贤手其中一篇贴文 还出现T.O.P.的照片 他在文内标注 昨天最令人想哭的场景 再次见面吧 B.I.G.B.A.N.G Big Bang 是五个人 由于T.O.P.陷入染毒风波 不少粉丝担心他会遭冷冻 如今梁贤索亲自泄露团体 将在以五人形势回归 也让粉丝放心不少 分享 在相关热读 陈伟霆舞台剪垃圾货赞 网友 细节剪素养 来源 沈窗松和在东方美视 跨年晚会现场 有观众拍到了直播中 并没有拍到的一处细节 当天陈伟霆在台上 进割热舞 空隙之时发现了舞台上有垃圾 随手就剪了起来 被网友赞细节见素养